肺部磨玻璃节节 它通常是在进行胸部CT检查时 医生发现了一种密度较淡的站位性病变 这种节节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包括良性病变 恶性病变以及炎症感染等 关于肺部磨玻璃节节 是否会引起背痛的问题 一般来说 这么小的病变并不会引发典型的症状 如胸背部的疼痛 这是因为肺部磨玻璃节节 在大多数情况下 并不会对周围的组织或神经 造成直接压迫或刺激 因此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人在发现肺部磨玻璃节节的同时 可能也会伴有背痛的症状 这往往是因为 他们本身存在一些肺部基础疾病 如肺部感染 胸膜炎或慢性气管炎等 这些疾病本身就会导致咳嗽 气短以及胸背部疼痛等症状的出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背痛并不是由肺部磨玻璃节节 直接引起的 而是与其他肺部疾病有关 中上所述 肺部磨玻璃节节本身 一般不会引起背痛等典型症状 但是对于那些 本身存在肺部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背痛可能与其他疾病有关 而非磨玻璃节节本身所致 因此在出现背痛等症状时 建议及时就医 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 以便找到真正的原因 并进行针对性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